Hello 大家好 我是努鼻 看了上期视频有人弹幕里面说努鼻变得有些肥美 真的吗 是真的吗 到底是谁说的 然后呢 今天我懒大老赞这边呢 老赞跟我讲说要玩点不一样的东西 说要做一期不太一样的 就是跟前面的那些视频内容不太一样的 就是一个内容 所以我现在也蛮期待 就是我这个肥美的努鼻 比较期待接下来到底会有什么好玩的内容 可以跟我一起玩 努鼻 你玩过相机吗 用相机拍过照吗 手机算 手机不算 相机的话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吧 有啊 但经验不是那么丰富 不是让你拍照啊 今天我请你来做一次相机的评测 这样 我们先上个道具啊 先把你眼镜摘来 有点刺眼啊 女明星 把眼睛闭上 来 上道具 好 哎呀 这个剧场务这个工作人员太他妈磨叽了 这非得自己加点戏 行行行行 好 那从现在开始啊 你注意点啊 别给我相机摔了啊 好 先用你的手来感受一下 我这儿有舞台相机啊 不同品牌的 不同型号 你先看看手感 咱们先聊聊手感 好 我先上第一个啊 我们随便 随机给你拿一个啊 手上的 哎呀 这接着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 卡地亚 卡地亚 哎 先看看手感 先摸一摸 摸一摸就 感觉怎么样 就 蛮沉的 就是手感就重量就是有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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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拽了 好 我已经感受到老赞在那边 哦 稳住 稳住 对对 稳住 稳住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说它小它不小 嗯 说它就比较轻便吧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在 是吧 对 如果按照我闭上眼睛看的话 我觉得它的外形啊什么的 而且还是那种 我们应该说什么 这不是光华 这叫磨砂什么 对对对 那个都是贴的皮子 绑皮革嘛 哦 握吧 嗯 好 那第一个你的评价就是 有点质感 还是很沉 哦 有一点 有一点质感 好 然后那么换第二个 等一下让你一起摸啊 对 来了 好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个比刚才的轻 轻吗 嗯 确定比刚才轻 真的比它轻 是吧 哎 等会看一下有没有电池 是不是这个少一块电池啊 我说让助理检查一下啊 少一块电池吧 去那边装个电池给他 哎 这这是我的事物 这是我的事物 突然间想起来 加上一块电池 哎 啊 有了 对 有有那几个都应该有电池 哎 它不是刚才的那个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感觉很像吗 哦 把那个给它递上去 让它一手一个 对 一手一个 你同时摸一下 哎 好 你们知道我是看哪个地方知道它们不一样吗 是这儿 哈哈 哈哈 那等一下啊 哎 重量来的话 它还是比较重的 它还是会重一点 是吧 它还是重 好 等一下 咱们有更科学的方法来算它的重量 咱们先盲评啊 来 上下一个 把这两个先拿开 嗯 这个第一个 这个第二个 对 哦 你还能分出来第一个 哎 一会儿四个一块摸看看你能不能排序啊 好 第三个来了啊 第三个来了 哎 仔细啊 记住它们的形状 这个怎么样 这个跟第二个的重量差不多 感觉外形上也差不多 嗯 只不过它没有了那个 没有那个 那个 你说的那个皮纹 对对对对 这个皮纹细一点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跟第二个的重量差不多 跟第一个的话 它还是比较轻的 给我的感觉 给你感觉 好 OK 然后下一个下一个 然后现在咱们盲评机身的结果都是在重量上说这儿啊 看看这个怎么样 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比前面的都轻那么一丢丢的感觉 一丢丢你都你都点出来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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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比较难 因为我觉得它的外形 嗯 跟第三个是一样的 跟第三个是一样的 第三个来给它 你再摸我们第三个 对 来摸一下第三个 对 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第三个 好 好 操帅操帅操帅 对 是我操帅 来那个把四个都给它摆哪儿 然后呢你稍微小心点啊 看看你能不能摸出来 你刚才摸过的顺序 真的吗 来你看看 看看你的顺序你能不能搞出来 给它前排两后排两 这有是吗 对 这是第几个 等一下 这应该特别好分 这跟那仨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这刚才他没注意 是吗我没注意到 因为这个相机上拴着一个绳 对 应该是 第四个 厉害 对吧 第四个 然后分那仨 我给你提示 我跟你说 哦对 你不给我提示 对 这是第几个 等一下啊 等等等 我摸完这个 我绝对能猜得出来 我小心点 我小心 这第三个吧 对吧 对吧 第三个 然后现在我把一 啊三 现在就分一二 这个简单 我是看他们的这儿 我发现都不一样 现在 对 第一个第二个 来再确定一下 你确定吗 你记得第一个中还是第二个中 我记得是第一个中 第一个中 那这俩哪个中你再颠点 这个吧 哪个 这个吗 这个 确定吗 你这么一说 因为那两个我给你确定太快了 所以这回我得问你 确定吗 这个是第一个吧 对 可以可以可以 这第二个 好 然后机器不上了 机器不上了 拿这四个机器的镜头过了 我说一下 刚才咱们四个机身 一个是佳能的EOS R 一个是松下的S5 一个是索尼的A7 R4 一个是尼康的Z5 然后他这个四个镜头呢 佳能的是24105 RF卡口的 然后松下的是他的2060套头 然后尼康是他的2450套头 索尼因为我这个索黑发誓不买索尼镜头 所以我配的是一个永诺的85 这个当初你也摸过的啊 你记得你拧那个胸罩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 然后那个把这四个镜头给它搁在中间 对对你来摸摸你感觉从手感上和体积上 这四个镜头哪个你觉得更舒服或者更好 你就摸就全凭手感四个在一块啊 对对对你大概知道位置 对助理保护一下 其实他们的区别就是形状重量和大小 对就看你喜欢大的还是喜欢重的 这是最重的呗 对这是最重对吧 对也是感觉体积是比较大的 对 当然这比较瘦一点 虽然跟它一样高 对 怎么样你感觉 按照我的话应该 就按照我个人嘛 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这种小一点的会不会好 喜欢小的不喜欢大的 就大的的话也不是说看拍摄需求吧 因为肯定是那种摄影那种爱好摄影的人 肯定喜欢这样的 像我们这样的有这个就够了吧 有那个就够了 那个小的就可以满足你啊 真的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可以了 小小的 也就是说你看中的不是体积是技术啊 对对对 好 然后那个这样 Nubi把眼罩摘了 好 见到光明了 哇 哎我的睫毛哥还在吗 你不已经粘掉了 已经粘掉了 这如果妆还保存的比较好的话 就还可以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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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 哦 给他看刚才的1234 谢谢 你现在还能分出你的1234吗 4吗 4肯定能分出来了 有这个东西 那三个呢 你感觉给他给他 把那三给他 那三个给他 对那三个123 靠眼看 靠眼看 可以啊 嗯三 这两个的话我每次都是按重量 还是按重量 一模一样啊你们哪里不一样啊 哦 那你蒙着眼怎么会有分出来的 对蒙着眼的话 你的手就是会 你就会 就是你的 你已经不靠眼睛了 所以你就会 你的所有的中 就是那种中心思想 还是什么都跑到手上去了 然后你的手那个秤重 你就会特别的灵敏 然后现在 睁开眼睛以后 我就觉得这两个一样轻 你就睁开眼睛以后 这个手瞎了 对对对 我刚才怎么分辨你们的呀 来 咱们看看 你到底分辨的准不准 我刚才的一是哪一个 你看 你看哪个重 对 你看看哪个重 把正朝着我 我来拍一下 看看哪个重 我觉得 我看我能不能看见 差不多 稍微有一点反光 来放上一个 你放上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多少颗 看一眼 这个是18 好 那我们念一下 多少颗 看得见吗 132 132 737 732 看一下那个 对 你把秤子拿到你跟前一点 往你拎近一点 对的 672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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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我知道 天哪 我的手 100克 哎100克水 谁都应该弄得出来 我还总得欢呼个什么劲儿 但第一个绝对是最重的 吧 这是第三个 哦也是668 嗯 第四个 来 686 686 我可以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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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咱们来个好玩的 好 你猜一下这四个机身的价格 不如称放在那儿 待会咱们算了它多少钱一斤 可以 可以 对 你猜一下他们大概的价格 应该 都差不多吧 那也会有高有低啊 是你讨厌的这个吗 好吧 是我讨厌的那个 太贵吗 而且现在拍你的也是我讨厌的 哈哈哈 对它是最贵的 哦 果然你讨厌它是有理由的 哈哈哈 好 你这样 努比拿你手机打开计算器 咱们算一下每个机器的这个 多少钱一斤啊 来 上秤 嗯 让那个助理 助理上秤 你们看这客数吧 我不看了 我这拍不到 我这拍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还往前面 672 672克 是吧 你用18800除672 18800 800 对吧 哎 两个零 多少钱一颗 27块钱 27块钱一颗 还可以啊 你这样看 你当然觉得可以 比米辣便宜 比黄金也便宜好多 对吧 那我觉得索尼也不算贵 那你再乘500 算多少钱一斤 什么 乘500 927 对对对 直约成500 13500 13500 一斤 这就不太便宜了 现在有什么吃的 是1万多一斤的吗 好像没有啊 咱们吃不起啊 27块钱 你这么一说 我就特别想拿个倒叉 在这这样吃 好 那现在索尼A7 R4的价格 是27块5毛钱一克 然后呢 13500块钱一斤 一斤 一斤不是一公斤啊 一公斤 两万七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松下啊 对 是732克 那它价格呢 价格是多少 S5 我看一下S5 多少钱 翻车了 翻车了 应该是一万一千九百九十八 我要记得没错 一万一千 多少 998 998 对 11998 11除732 732 16 16块钱一克 16块三毛钱 16块三毛钱 刚才是27块 27块嘛 那肯定索尼贵了 好 16块三毛九乘500 乘500 对对对对对 1195 8千多一斤 8千多一斤 还可以啊 8千多一斤 差不多 现在什么东西8千多一斤 没有吧 也没有 也就相机了 8千多一斤啊 好 下一个 是佳能 对 佳能EOS R R其实现在 268克 我算算了 R现在多少钱 EOS EOS 买的比较早 现在的价格是吗 对 我得看它现在的价格 嗯 看看文博这儿 单机是 12950 12950 12950 对 19 168 这客数还挺激烈 19 19 19块三毛八 嗯 少长了 比它稍微贵一点 对那个是16 27 16 19 19块三毛八 这是19 嗯 它乘500 看多少钱一斤 哦对 乘500 9693块 嗯 差不多 跟S5属于一个级别 嗯 然后看一下尼康 686 686 然后我想想啊 然后我想想啊 Z5套单机现在是多少钱 嗯 哦 他们现在都是限价 全都标的9800 实际上现在应该成交价在8000多 你就按9000算吧 9000算吧 9000算吧 6000多 6000多 最便宜的 6000多 6000多 6000多一斤 嗯 对 6000多一斤 别说现在尼康是最便宜的啊 然后其次是松下 哎 佳能 对吧 13 16 27 19 这19 他16 1316 19 27 中间两个换个位置 对 对 这就 27 19 16 13 13 可以可以 那么说尼康还是比较厚的啊 当然这四个机器做对比 嗯 为什么让你坐那呢 主要这四个机器属于不同级别的 他们的党 就是在各品牌里的级别稍微有一点差异 像R4会级别高一点 然后EOS R呢 在加等你目前的级别会低一点 S5也是入门的 然后包括这个尼康的Z5 也是在尼康现阶段无法理一个入门的阶段 所以让你做这种评测 我觉得就是娱乐性会强一点 嗯 然后呢这个助理把这四个镜头放在他们前面 就是对应的放 对 它是佳能的 就放在前面就行 对立在它前面 对 你看是不是 就是在这 你说啊你用了有诺的头 对 动一下 好 你现在看看如果让你选这样的配置的话 作为一个女生 你还会不会选你刚才说第一个小就能满足你的尼康 你砸不嘴干嘛 你砸不嘴干嘛 反正都这样了 你就选最贵的不好了 你那么现实吗 因为我突然发现它长得更好看 你知道吧如果他们两个搭配起来的话 我觉得会更加喜欢一点 你是不是恰饭了 没有没有 绝对没恰饭 你就是你看最贵的 就最好看的 然后女孩子嘛 其实也没必要这些小巧的 但是没钱的镜头 没钱选13块钱一斤的 对这个 有钱了 就别考虑这两个了 直接这个 27块钱一斤的 对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镜头多少钱一斤你撒了吗 这个镜头 对这个镜头应该是最便宜的 这个镜头 就是这个 刚才你选 但是我觉得老赞竟然 可以把它跟索尼连接在一起 而且他不用索尼的镜头 那说明它有它的好处 这视频我都没法播了 不是吗 我没跟你沟通这些事啊 咱们不能那么水啊 因为你刚才说了嘛 你说啊 我刚才怎么怎么样 我就不用那个什么 索尼的镜头了 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镜头 对吧 然后你说松下 然后你说佳能 但是你偏偏不用索尼的用这个 那肯定是它更好 你说它便宜吧 那他就是便宜又更好 对 你直接把我卖了 上次咱们做的这个 索尼85评测的时候 我说了 我不用索尼镜头 是因为他妈穷 买完那些没钱了 行吗姐姐 索尼镜头超级一个来 就是一万家 所以我选择了一千家 那好 我觉得就是一万家跟一千家 那不就是女孩子 就是学美妆当中的大牌平替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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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口才看了我 笑嘎 那必须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OK 那咱们这个简单评测 咱们就做到这儿 因为刚开始我说了是舞台相机 对吧 现在你只猫了四个 最后咱把眼睛再蒙上 好 给你来最后一个 那应该是个惊喜吧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这感觉怎么样 有点古董的意思 哇你能冒出古董来是吗 就很大 然后 大一定是古董吗 这也太大了 就摸起来的感觉呀什么的 他自己还弄了一个 有没有什么跟刚才那摄像机 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除了大一万 重大 然后 就下面多了个东西 下面多了个 你还能摸出来下面东西 跟他不是一码事吗 就是不是一码事吗 还是他自己 他确实是好装的 你这可以啊 我觉得他下面是架了个东西 对对对 他的下面是加了一个书拍手柄 他多少钱 这多少钱 这个这个现在不值钱了 但是他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然后你有没有感觉到 上面特别的光滑 我还以为他是自己的事 因为他这确实是那个什么 然后走到这的时候 他就很光滑 这都盘出来了 你知道吗 这得怎么用啊 就得磨呀 我感觉这真是一台有故事的相机 你看多被 我以为跟这边跟这个是没关系的 是他设计出来的 不是不是不是 这真的是盘出来 这得用多久 这是你什么时候 有机会让你见证他真正的主人 这是不是我的 这是一个之前我在视频里咱们提到过嘛 那个马哥 马哥的 就是当年在09年还是10年时候 他开始用的一台5D 一直到18年 19年才换下来 这台相机 这台相机测不了快门 如果能测快门的话 我保守估计100万以上 我觉得佳能晓知道这台相机的话 他应该收回去做广告了 他现在还能用吗 能用 但是现在得倒着用 因为反光镜那个弹簧已经弹不到头了 所以倒着用的时候 他可以落下去 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你要拍照 我得这样拍 没错 很帅啊 挺帅的 好 那个眼睛可以摘了 努比 确实光溜溜的 来 跟大家聊聊天吧 好的呢 你觉得第一次做相机评测 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相机白痴 就是没有那么的研究过 就是而且自己也没有说 拥有自己的什么第一台相机 也没有 太官方了 对吧 咱说的江湖一点 就是以前没玩过 现在摸了摸 感觉挺好的 手感不错 以前没玩过 现在摸了摸 感觉挺好的 手感不错 以前没玩过 现在摸了摸 感觉挺好的 手感不错 是因为贵吗 对 真的是因为贵 因为觉得 就 你 我坐在这 然后我旁边就是上万的东西 然后他可能以前也上万吧 现在他可能千都上不了 对 但是还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可以感感觉得到 就是说的有点官方 但可以感觉得到 为啥一样的东西 大家为啥要买那么多呢 因为我感觉他们长得都一模一样 他们会被涉嫌抄袭吗 这个各家还是有一些专利技术宅里边的 对 这样的内容觉得 要不要经常玩玩 我觉得可以 是吧 问你我也没有那么多新相机啊 没有 新相机没关系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有那个掌灯 棒灯 手持 那就闭上眼睛看看 他是亮不亮 什么之类的 我都不替你想好了 我们我们那么多灯 对不对 我们得用起来 我们得玩起来 可以可以可以 相机不够 灯光来错 这一集放飞自我了 对 完全放飞自我了 好 那之后跟这个 在下 因为这个视频咱们是录播 对对对 看到视频的 说你肥美的那帮人 要不要来几句告别爱话 你们说我肥美吧 我看脸视频 确实 确实 我确实最近吃的也比较好 然后可能也沉浸在幸福当中 等会儿 这个这句话咱们解释 掉掉粉 我跟你说 不 对 别 别掉粉 别掉粉 我努鼻的心永远属于大家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 变肥没事变肥没了 但是我会努力减肥 然后等到11月 那会儿的时候 差不多 我一定要弄出个马甲线过来 跟大家见面 真的 那这样 如果弄不出来的话 那咱就拿眉鼻给你写一个 好 这句话有人揭评了 我跟你说 那必须的 必须必须 好 一定要减肥 一定会瘦下来 好 那这个视频咱们就到这 来说个结束语 大家好 我是老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